同学们好,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宝金沧桑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几个字的意思 宝是充分的意思,金是经历 沧桑它来自这一句诗,沧海变桑田 你们想一下海都已经变成了田,是不是变化非常大呢? 所以呢,沧桑它指的是世事的变化 也就是我们英语里的ups and downs 所以宝金沧桑这个词的意思就是 经历过多次的世事变化,生活经历极为丰富 好,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一,从他的脸上能看出来 他宝金沧桑是个有故事的人 二,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 哪一个不是宝金沧桑的? 三,尽管一辈子宝金沧桑 他仍然保持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好,这就是关于宝金沧桑的课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,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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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大家